美人 你講金銜機 這剛剛 劉老師那裡有了嘛 你看人家 現在這個會所要再生成這樣 七十八歲 有沒有看到 七歲四十九 蛤 很像 這個有像美人的女兒 對 我們 對 不然你拿來他上去 還蠻像的 真的蠻像的 閉一下 對照一下 眼神往那邊 而且 你們兩個不要放在一起啦 因為那個 那個畫面塞不下 你看他們 他們這北韓 他們真的 他們的女生真的是都選了一些 我這次非常難得的 在那個 我們去廟香山的時候 住他們一個飯店裡面 然後飯店裡面的服務生 我特別跟他們一講久 因為我住在那邊三天 每天早上吃早餐 我就故意跟他們 又開玩笑講 他們就會偷笑 第三天我終於說 你可不可以跟我拍照 他們就看看 沒有人趕快拍照 他們其實說 他們其實不行跟 不能不能不能 他們是被選過的 那包括說 我那次去北韓坐飛機啊 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從這個單 從沈陽要出發坐飛機的時候 他就是一家航空公司 就是北韓航空 然後北韓航空一上去 就是感覺到那個飛機是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退掉不要的 因為上面沒有冷氣 他發給你一個小扇子 然後呢 每一個空空小姐 你看說哇驚為天人啊 就覺得哇好漂亮 韓國人真漂亮 皮膚又白 然後笑容可取 然後圓圓圓的 然後穿著他那個 這個傳統的韓式服裝 然後一個一個 好比說第一排 他們就會問 我現在用國語來講 他說先生咖啡還是茶 先生咖啡還是茶 因為呢就很有禮貌 不過上飛機之前導遊就講說 你千萬不要拿相機去偷拍他們 但是我是媒體工作者 我當然想要補一些鏡頭 我就拿了相機 假裝在看別人 我就要拍他 然後我一個眼睛在偷瞄他 他就說 第一排 先生請問喝咖啡還是茶 喝咖啡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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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到我就不可以拍了 馬上就說不可以拍了 馬上變臉 你知道我嚇到我都 把那個相機關掉 本來是好好的 先生咖啡茶 不可以拍了 我就覺得哇 他們是怎麼了 大逆轉 不可以拍了 然後他會再問你一句 你要嚇命還是要命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這些女孩子不可以惹 然後呢就是說你 我們包括說去那個 我們示範的地方 跟他們的人要多講話 你都發覺說他們其實 沒有辦法有任何表情給你 他們就是喔 但是你好像跟他講什麼時候 他就是 我覺得我感受到 就是他們滿肚子不能講的東西 你說坐飛機沒有冷氣啊 沒有冷氣 就小扇子給你 在飛機裡面沒有冷氣啊 沒有冷氣 就小扇子這樣子 三三三三三 大家就全部人都小扇子 然後是那種這邊兩排 那邊兩排的飛機 然後那種飛到一半 突然間來一個那個氣熱問題 那個上面那個行李箱 會空掉下來 然後你就要去鎖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爛的飛機啊 你是08年去的 我08年去的 朱老師你是哪一年去 我是1991 那更早喔 1991 我是1991 6月5號到12號 我是北韓政府 當他開放 正式邀請的 不是我不是 正式邀請的台灣媒體人 欸你等一下可以叫金正日 call in 一下嗎 然後 當時 因為台灣跟北韓 同樣都有危機感 感覺要被自己長期的盟友所拋棄 那麼他知道北京要跟南韓建交 所以北韓感覺到危機 那麼台灣感覺南韓要斷交 所以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所以當時北韓對台灣一直在招手 來了台灣好多 派了好多團來台灣 那麼也邀請台灣人 台灣記者 台灣商人 到北韓去 所以北韓當時對台灣充滿了期待 哇 所以當時你看到平壤跟小馬看的時候 又不一樣喔 其實沒有改變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改變 就表示19年來沒有進步 其實美人姐 我真的是倒滿懷疑的 我們看到平壤是 就在楊角島這個大同江上面 我們眼睛四周圍看到這個環境 我都覺得一切都是假象 給我感覺都是假 怎麼假髮我們等一下再談好不好 對 等一下再談 我們先休息敬紅燈 這邊好像是訓練出來演戲 感覺上有可能招練的 好 歡迎回到我們現場 問一下這個小馬跟朱老師 你去北韓的時候 有看到人穿有穿什麼 我是沒有看到 我去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這麼現代 對 因為19年前嘛 不好意思喔 這個人不是普通的北韓人 他是特權階級 所以才可以穿有顏色的外套 是喔 才可以穿這麼鮮豔的衣服 要不然北韓民眾 這麼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 對不對 對 他們走在路上 都是頭滴滴的 就是他們知道 我們是外國觀光客 例如說他們會有兩個 兩個來監督我們的一些 旅行社的長官 就把我們包在裡面 所有人經過我們旁邊 全部頭都滴滴的 不敢跟我們拭目交接 那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北韓讓我看到就是說 眼睛視覺裡面看到的這個城市 好像充滿了假象 為什麼 我們從這個大同江這邊看過去 這邊這一帶 就是很多的房子嗎 感覺上 哇 這個城市好不錯喔 高樓大廈很多 但那房子真的千篇一律 就像那種很自私的東西 也沒有任何的 連吊衣服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不知道裡面到底有沒有人住啊 是不是毛坯屋啊 國際的現代化都市不都這樣嗎 但是很奇怪喔 只有台北有那個鐵窗啊 你既然整個城市 這麼多高樓大廈 是不是路上應該有人 沒有人啊 沒什麼人啊 那人又去哪裡了 所以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 因為你能夠看到的範圍 都是他們告訴你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覺得北韓應該還蠻大的 還有別的地方 我們沒辦法去的 包括讓我們去參觀他的地鐵 他的地下鐵 是全世界號稱最深的地下鐵 然後深度140米 我計算過從他的地鐵 做手不踢下去要2分45秒 才會到那底下 他整個經過大同鄉底下 有一戰叫熔光戰 光榮戰 這是光榮戰 光榮戰 地鐵戰 搞得很厲害 這跟蘇聯的 蘇貝斯科的那個很像 很像對不對 其實北韓的地下鐵 它那個會挖到那麼深 它另外一個目的就是 防止核武攻擊嘛 防止戰勝 等於是避難的那種防空洞一樣的功能 然後你 他還怕人家用核武攻擊他 對 事實上 你要怕什麼 他不要攻擊就不錯了 南北兩邊都有核武 共產黨國家都是這樣 包括大陸 你看看他的地下道弄得特別深 然後天安門事件 部隊都是從地道出來的 嗯